哈喽 大家好 欢迎到 kx看外汇 今天是啊 啊6月11号哦 星期六哦 so 啊今天我们要看一看一看 下个星期的走势啊 我们去研究一研究研究 看下下个星期哦 有什么好的啊 交易机会啊 so 今天 昨天已经出来了 那个数据啊 so cpi 还是很高啊 那个美国的 cpi number 还是很高 ok 星期四 就是我们已经看到那些集团哦 那些啊 资金已经开始 卖 卖美国的股票哦 所以美国指数跌下来 还有啊 那个啊 什么啊 美金开始转强了 所以我们也是 也是猜到了啦 猜到这个数据应该是很高了 所以他那个 那个那个 昨天已经爆出来了 所以是很 蛮高 ok 点击点赞分享留言 记得啊 啊 twitter with kx 啊 ok 如果要看我的啊 这个推特 看看免责声明啊 请注意 我不是专业交易员或顾问 我分享我的交易旅程景出于娱乐目的 本视频中包含的任何观点 新闻研究分析价格或其他信息是我个人的观点 并不是投资建议 对于应使用本视频中的信息而直接或间接引起的任何利润或金钱资产或任何贵重物品损失 我不会担任何贵任 ok 首先我们看看新闻 ok 这个星期啊 这个星期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啦 这个CPI啦 所以美国这个数据已经出了CPI 是蛮高啦 他们预料0.7 7到1.0很高 还有这个啊 Core CPI呢 就啊 0.6 他们以预料会跌到0.5 but他也是去为0.6啦 这个是消费价格指数啦 消费价格指数就是通货膨胀啦 那个价钱很高啦 ok 所以我们看看下个星期啊 下个星期要小心就是这个啊 星期一我们有PPI 这个要留意一下啦 留意一下啦 but他的 啊 什么 也许他的那个动力没有CPI这样大啦 but他也会有一点波动啦 还有就是啊 还有星期一 星期一是 啊澳洲是 是假期啦 but没有什么大新闻啦 星期二有PPI 星期三有retail sales啊 啊 这个啊 销售销售的这个 啊零售的这个报告 然后啊 美国啊 ok然后星期四最重要的 FOMC啦 现在暂时他们预料是1.5啦 so 是不是会不会去到1.75 也有可能啦 因为这个啊 那个还是很高啊 通货膨胀 啊这个 暂时预料1.5 如果去到1.75 那个美金还过强 所以那个美股 还会继续跌啊 啊 星期四还有NZD啊 这个啊 纽西兰还有GDP 还有啊 澳洲 还有这个啊 Employment报告啊 职业报告啊 ok 还有这个啊 很多啦 这个也是啊 这个啊 英国也有这个official bank rate 也是这个利息啊 哦 是他们要去起到1.25啦 从1.0啦 他们预料会起到1.25 如果起到更高 可能对这个英镑有帮助啦 ok 除了这个就没有什么太大的 太多东西了啦 星期五 还有这个美国 美国财政部 Zeroom Power有 有出来演讲啊 ok 我们看看图啊 看DXY DXY已经突破了啦 重做上去 所以DXY是强 啊 DXY是强 啊北京 啊 EURO 欧元 欧元是弱啊 跌破了这个啊 横盘跌破了 所以欧元是弱 啊 英镑也是弱 跌破了这个横盘 啊 法郎也是继续跌 也是弱 日元 日元呢 这边有开始调整 所以最好下个星期 可以免的话 就不要玩日元啊 啊 他开始调整 虽然他是弱啦 但是他开始调整 家元也是能 能免的话 最好不要玩家元 家元也蛮强啦 虽然他有一个跌啦 你看也有尾巴 所以家元也蛮强 澳元 澳元继续跌 澳元是弱 新西兰也是继续跌 也是弱啊 ok我们看看这个 啊 美金 啊 欧元对美金啊 看一个星期 一个星期 一个下跌 大的下跌蜡 所以这个是下跌 ok 一个星期的动力是下跌 所以现在呢 这个呢 他已经跌出了 已经跌破了这个 这个调整了啦 那天我们讲跌破 我们就要卖了 所以有机会卖 继续卖 如果你还没有 还没有买进的话 还没有 还没有啊 啊进去玩的话 还没有交易的话 等他有什么 回调 下跌模式 回调下跌模式 继续卖 或者他跌破 跌破 跌破 1.048 8 1.040 804 ok 回来重施 继续卖啊 ok 找找机会继续卖啊 英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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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美金 英镑对美金 我看了啦 一个星期啊 这个是下跌 下跌 下跌模式啊 下跌模式 长期也是下跌模式 所以他已经跌破了啦 跌破了这个支撑啊 这个啊 横盘 是有什么回调 继续卖下去 回调来 1.24643 继续卖啊 ok 找卖的机会 啊 美金对日元 美金对日元 他有点调整吧 我们也是要继续卖 啊 如果他有回调 回来 132 131 129 ok 有反弹模式继续卖啊 啊继续买 啊 长期长期的走势 一个星期走势 是上升趋势啊 上升动力 啊 澳洲澳洲也下跌动力 一个星期是下跌动力 还有呢 他他他也跌破了 这个横盘 现在呢 有什么回调 继续卖下去啊 有什么回调 继续卖啊 有什么回调继续卖 回调来1.0.74 48 7或者0.71 184 回来这些有什么下跌 下跌模式 下跌讯号就卖 新西兰烟也是啊 有什么下跌模式 他也跌破了啊 一个星期也是 下跌趋势 有什么回调 等回调 有什么回调来 0.64 024 或者回调来 0.64 656 下跌模式 就开始继续卖 啊 美元对加元 美元对加元 等他回调 有什么回调下来 ok 127 186 126 417 继续买 啊 欧元对法兰 欧元对法兰 欧元对法兰也是 冲上去了 有什么回调 0.97 999 0.97 142 反弹 继续买进 可以看一下金 金啊 金还在横盘呢 他也没有这边也没有突破 这个也许等等先 啊 中 这油 原油原油继续上 继续收 到到1.25 也许可以放楼了啊 啊 看这个指数 指数 啊 SBI200啊 澳洲指数 跌破了下面这个支撑 有什么回调 从46 6902 有下跌模式 继续卖下去 德国 DEX DEX也是跌破了啦 也是跌破了 也是现在也是下跌 其实有什么回调 啊 1.4 14142 或者这个 这个调整啊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横盘这边啊 横盘的这个模式 这边 回来这边 啊 有机会有下跌模式 继续卖 那斯达尔也是 那斯达尔 也是 那斯达尔 也是跌破调整了 所以也许会有回调啊 OK 这样大的 这样大的这个动作 通常有一点回调 回调来 1266 12063 14 12482 有下跌模式继续卖 S&P也是 S&P 这个CheckCode 所以一个星期 一个星期 也是下跌模式 so啊 有什么回调 OK 或者突破 3906 回调 重施 OK 继续卖 OK 道均也是啊 也是跌破了啊 OK 跌破了 所以有什么回调 来 302 326 320 326 32054 326 92 下跌模式继续卖啊 OK so就下个星期哦 很有可能 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 会有一个小回调 OK 小的回调 回调之后呢 应该星期一FOMC那时候 应该 那个美股还 那个美 美金还会涨的啊 OK so 今天到此为止 我们下个星期一或者星期二再谈 拜拜